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如何看法令人越岸的施政 一方面被警方布置這麼多資源 他要提出一個新的看數點 要一個反恐化 看數爆炸品案 那是鄧炳強接受明報訪問時 說和律政司研究 那個爆炸版案 是否用反恐條例 來檢控 這個已經有一個訊息 這個打壓運動的手段 越來越獨立 因為等於當年梁振英 用暴動罪來起訴警民衝突的被告 那個是有肢體衝突和扔石頭 沒錯 但那個是不構成暴動的 但你一旦將它用暴動來控罪的話 就很容易入罪 你看回公安條例 所以從來都沒有用這個來控告 這些所謂群眾的抗爭運動 從來都沒有 所以梁振英那天就說 自己在Facebook說 我DQ那些議員的入稟法院 我要用暴動罪來控告這些 2016年的那群暴徒 為何你們不把我的名單放進去 被美國人制裁我 你記不記得 他便自己招認 當年立法會是罵他的 我說你是罪大惡奇 你將我們那群年輕人送進去做政治犯 這是我第一個說的 當時那些法民議員都沒有人出聲 我告訴你 因為我們警覺到 如果你用暴動罪來起訴 這些所謂社會運動有暴力的抗爭 這就很嚴重 現在便隨便告暴動罪 就是給他開了一個缺口 這個反恐也是 你開了這個缺口 動不動就是反恐 那些是甚麼恐 為何你不用反恐罪來控告721那些八三人 那個真的是恐怖襲擊 那個用國際的標準是恐怖襲擊 你在地鐵車廂無差別 去襲擊那些無辜的人 那個是恐怖襲擊 還有你有武器 為何你要控告他們 所以我們看這些問題 最大的一個感覺就是 香港基本上沒有救 你這個政權不倒是沒有救 再去疏這些癡癡癡癡癡 是否用法空條 是甚麼 23條是否立法 沒有意義 甚麼意義 是這個政權要消滅才行 這是香港人的回憶速度嗎 當然 你這個政權不倒是怎樣 你再在體制裏面 或者現在泛民 我要搶公立法會過半數議席 我覺得這班人 繼續欺騙香港人 是否 你只不過叫人投票給你 讓你保住席位 或者增加議席 是否 但你沒有辦法答覆我一個問題 就是共產黨 會否眼白白看你公佔一半議席 他不動手 是否 還有你又沒有辦法答覆我一個問題 就是你公佔了過半議席之後 是否有辦法令到政府 把這些被拘捕的年輕人 沒有 那為甚麼一定要過半議席 可以否決政府的財政預算案 可以給政府壓力 可以說一大堆這些廢話 你怎能給他壓力 我又不喜歡去揣測這些 因為始終這個和我們香港人的關係 真的不太大 不是說你去反對他 或者香港很多人都反對他 然後習近平就說 我順應民意 我要他下台 是吧 又或者因為現在的疫情 是吧 他為了要抗疫 繼續留他在那裡 如果疫情穩定之後 就叫他收工 我從來都不會從這些角度 去討論這些問題 或者評論這些問題 理由很簡單 這不是一個由人民決定 同意的政府 不是人民通過民主程序 去產生的政府 是嗎 他是由共產黨最高領導人的陰點 你只可以說 如果習近平要面 他有兩個做法 就是他陰點的人做得那麼差 他應該一手一腳拔他下來 好嗎 但是另一個角度來看 就是他要面 他更加不會拔他下來 是吧 所以討論這些問題 是沒有意義的 就算你林鄭月娥真的下台 換過一個上去 有改變嗎 沒有 又是我那句 共產黨一天不消滅 是吧 共產黨這個政權繼續這樣 是吧 那你這些問題 全部都沒有解決 是吧 可能換過和善一點的 你死得慢一點 就是等於胡錦濤 這個娃娃總書記 他不管事的 下面很多派系 然後不發生事情就好了 他便安坐老太爺這樣 這個人有什麼貢獻 是吧 江澤民就不同了 因為那時候是鄧小平在上海 拔他上來 面對這個六四的問題 他過渡 拔了趙紫陽那段過渡 然後再讓他做十年 是吧 然後鄧小平就定了一個潛規則 是吧 就是兩任而已 七上八下 夠鐘 你就下來 但是 這個習近平不行 我要做皇帝 是吧 去到這樣的時候 現在的領導人是這樣 跟前面的兩個領導人都不同 你想想2003年就是江澤民時代 23條撤回就撤回就沒有再重提立法 到胡錦濤他安定為主 又不動 是吧 接著到這個 第一任都不動 第二任他第二任他就想動 那你香港人全部都是被動的 你有什麼可以做 除了反抗 是吧 是吧 我們再在這些枝切世末上 或者用一個善良的願望 希望中國共產黨這個政權 能夠自我完善 聽聽民意 那是否與虎謀皮 請問 一個牧師 地下教會的牧師 你也可以判他九年牢 是吧 王儀的文章寫得極好 是吧 他傳到那些內容我也很欣賞 是吧 他講了一句 史正平是一個罪人 我們大家都是罪人 在基督教道理 世人都犯了罪 是吧 但這句不適合聽 史正平是一個罪人 不適合聽 九年牢 是吧 是吧 任志強和王岐山這麼老友 是吧 現在都人間蒸發 因為多口 多口 不要緊 你直接開動 鄧國澤 即是習近平的名字 是吧 是吧 許志永 現在在哪裏 是吧 是吧 大佬 是吧 地產大亨 和王岐山很友善 就是因為批評習近平 現在是人間蒸發 在哪裏